今天又到了青的幸运草工作室所做教学课程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五分钟的小时光课程 五分钟小时光教室 那今天是五分钟小时光教室的第三堂课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变化 大家都知道最近青的社团的那个影片里面 很常教各位去编织环保饮料替代对不对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环保饮料替代 那这是凭捷的编织法 那透过这个环保饮料替代的使用呢 可以让我们的饮料很方便使用 那如果说这个环保饮料替代呢 做一个小修正的时候呢 它会是另外一个很漂亮的手环 也就是说你看 如果当我们把它变成手环的时候 它就真的是有它自己的特色跟独创性 那透过这个制作方法的改变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的作品一直是在生活中变化着的 那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一个 如何把环保饮料改变成 改编成那个手环 好OK 那一般我们这个凭捷的环保饮料编织替代呢 这个是凭捷的环保饮料编织替代它的长度要180公分 这样子整体变出来一条一条180公分 一个色线180两个色线刚好是36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手环呢 它颜色就它的长度就稍微再变短一点 大概是150公分就够了 那要看个人的手腕的大小 那轻大概我都大概150公分 我的部分大概150公分就够了 那各位可以去测量一下自己的手腕 那一样我们会用到插扣 我们不再用到绳扣用到插扣 然后呢它的正面反面 这我讲过很多次 还是再跟各位讲一下 这是反面这是正面 好那我们透过正面呢穿过去 那我说过了正面就是平的那一面 好那我就把它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呢 我们这条蹄带实际上就是我们手腕的宽度 再加一点点而已 比如说轻的手腕 轻的手腕大概是这样子的长度 我只是这样的长度就够了 那我剩下这个地方 就是等一下我要反折的地方 所以这样长度就够了 那轻因为轻的手腕不大 所以我留的长度量给各位看一下 大概是22公分 轻22公分 大概20到22就够了 好那我们一样就把它固定着 一样把它固定着 好一样把它固定着 那轻已经有讲过很多次有关固定的 就是T字形固定法 这样子一个横线 然后再一个直的再一个横的 就是T字形的固定法 好我把它固定好了 那我们尾段呢 尾段实在也是建议 弄个那个来把它固定一下 好尾段我也把它固定了 那我今天是用平结来做示范 你如果用其他的结也是可行的 好 来我们还是前面稍微叫一下 横跨 然后呢挑起来 然后呢挑过它拉紧 今天这条是粉红色在中间 那我这条反过来我把白色做中间 很快由下而上挑起来 然后编 好那因为它线不是很长 所以各位自己就是要自己抓紧机会去编它 好那我们就是把这条编起来 如果说您对这个编法有兴趣 然后对轻的这个做法有兴趣的时候呢 其实你们可以去最前面那几堂客 他们有不同的编法 那你的手环的丰富度就会变得很热闹 所以这个部分就断看个人自己喜欢的 好那我就一直编 那轻刚才有稍微量一下 我手腕的长度含插扣 我大概是只要用到15公分 我的线长大概用到15公分就够了 那所以我这个编法只要编到15公分 但不能一直编到底哦 因为我说过了 我们这是一个变成是一个线的 那个就是变成是一个手环 所以它在制作上是尾段要做修正 它跟我们的那个黄包饮料替代是有不相同的 但是呢编法是相同的哦 也就是说你透过相同的编法 你可以你透过不同的编法 你可以制造出那个手环是各有特色的 好那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接近尾声了 因为我们的手环不用太长 一个人的手手腕的宽度为主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自己就是稍微看着 不是每一个人的长度都一样哦 这是琴一直要提醒各位的 好那我把它拿下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琴的手腕手腕不太大 来可以跟各位看一下 我这样子套上去反过来 其实你看我是不是快接近了 我快接近了对不对 那我快接近的时候我就已经不能再做了 我再做下去我没办法收尾 那收尾怎么做呢 我们把插扣这样子插进去 来我先插进去来跟各位分享 这是个小技巧 其实应该是这里开始教各位就好 前面便是有点拖到大家的时间 五分钟小教室就有点延长了 好那我把它塞过去 这收尾的部分才是我们今天要教的重点 好我把它塞过来 把它夹过来 那我把这个两条线都穿过来了 好穿过来了对不对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穿法其实有一点比较特别 它穿法是这样 跟我们之前做这个的差异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往外 它是往外对不对 它是由里头往外 那它是由外往里头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你量好你的长度来 我们量一下 好像轻轻要量一下我的手环 长度这样是OK的 所以我的长度就觉得这样是OK 那OK的条件之下 我们开始要做收尾了 收尾要把尾巴收在这个结里面 把尾巴收在这个结 所以呢 当你量好你的长度 量好你这样的长度 给各位看 量好你这样的长度反折回来 这边要留一段 我们等一下要编的 一定要编到这里为止 那留完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其实是建议说像我这样子 有一点点太晚留了 我应该早一点点把它留 然后你看 我把它解松了一个 然后把它塞进去 把它塞进去 把那个尾端塞进去 好 尾端塞进去的时候 把这个结收好 这是背后 正面在这里 这是正面 这是背后 然后我把它收进去的时候 把它拉紧 这是正面 把它拉紧 拉紧的时候呢 我把余线剪掉 因为这余线剪掉之后 我们余线要藏在我们的线里面 好我把余线剪掉了 有看到吗 余线剪掉了 这个地方剪掉 那剪掉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把它拉紧 做一个收紧 因为你这个地方收的时候 实际上你编比较会看不到 好它会松开对 不用紧张 那我们再继续编 编到这里的时候 继续往后继续编 因为我们要借后面这个编法 把我们的线收在我们的作品里面 你看这线都一定要收在我们作品里面 那我刚才拉松的那一条 实际上它并没有帮我带到 所以我也可以再把它拉松 你看这条是我刚才拉松的那一条 然后把它余线塞进去里面 藏在里面 好 那就把上一条拉松 下一条也再拉松 有没有 其实我有编起来对不对 然后继续再 继续往后边 好 继续往后边 那这个地方的紧 线一定要拉紧 因为它会关系到我们最后整体的那个收尾 所以它线一定要拉很紧 而且它原本里面就长 我们原本上段是两线的 到下面变四股 有没有变四股 所以它一定要拉很紧 这样子你的作品才不会偏差了 好 那我就把它最后这个结 因为这个结上去之后 也没有空间可以再做一条 所以呢都要把它拉很紧 OK 实际上很漂亮的对不对 就是说完了 那就把尾段剪断 那如果一清这样子的话 180我实际上这条线只要用到120公分 我就可以做到 但是我要先声明 清的手腕是真的还蛮细的 所以呢 如果是你要做的话呢 你要依照你自己的手腕 去做一个长度的衡量 好 那我实际上我已经把它编完了 好 编完的时候我就打结 把尾段打结 好 你看我们作品实际上完成了 这就是一个手腕 透过收它就变成一个手腕 那因为清的手腕是真的细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的方式 来做一个作品的使用 其实漂亮的东西 你看手腕漂不漂亮 我自己做的手腕 那我们今天清的幸运小工作室 手做教学课程呢 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五分钟小时光教室 第三集呢 其实就是要教各位 如何把环保编织体带呢 把它改成一个手腕 东西款式都相同 素材呢就差一个绳扣 然后长度当然还是有差 所以呢 你可以使用不同的长度 但是却可以制作出一个手腕 透过这个手腕的发想 你就可以将所有清之前发出来的作品 完整的去运用在你的手腕上面 所以今天是用平节做示范 你可以用奶油节 可以用那个 什么舌节啦 稻穗节啦 不管什么节 你都可以透过清刚才教你的这个尾段反折的这个手腕呢 把我们的这个作品呢 就从一个环保饮料编织体带变成一个手腕 那手腕确实是因为它颜色也漂亮 然后呢 它的作品也有特色 所以它就变成独一无二的饰品 如果你平常你要搭配服装的时候啊 使用这样子的手腕的时候 其实效果也是很棒的 好 那今天清的幸运草工作室手作教学课程啊 那个五分钟小时光教室就第三集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那也祝各位手作愉快 别忘了哦 如果这个技巧跟这个作品你有喜欢的话 还有其他的作品你可以去参考它的编织方式 把它改变成你最喜欢的装饰品 好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拜拜